欢迎来到我们2023年睡衣的主播课堂 今天晚上咱们接着来讲消费税 那上节课呢 我们其实只给大家介绍了消费税的15个税目 对吧 那上节课的那个知识点呢 我就不再带着大家去回顾了 那你只要 要把这15个税目中 哪些是争的 哪些是不争的 哪些是免争的 搞清楚 上节课那一个小时 主要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一件事 那这节课呢 咱们接着来学税率 税率首先它是不用背的 考试会提供 你说老师不用背 咱还学它干啥 虽然它不用背 但是呢 从这个税率上 我们可以体现出其他方面的知识点 我有要求大家要记的东西 我让你记什么 你就记什么 我不让你记什么 你就不记什么 好吧 首先税率呢 我们是有两种形式 它跟增值税不一样 它一种是比例税率 一种是定额税率 定额税率 它是从量的时候用的 我们其实在税法要素 讲到第一章 久远的两个月之前 我们其实给大家说过这个税率形式 对吧 定额税率就是从量征收的时候用的 它一般呢 就是多少多少元每吨 比如说240元每吨 你看它是一个单位的定额 固定的一个金额 这是消费税中一个新的税率形式 咱们在增值税那没有接触过 其实它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呢 定额税率从量征收 你想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价 我难道还不知道它卖了多少数量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咱们在学习从价计征的时候 用的是比例税率 对吧 我们是不是确定这个价格的时候 是不是可麻烦呀 哎 有特殊的销售方式 我这个价怎么确定 差额计税 我价怎么确定 对吧 还有包装物的押金 我的价怎么确定 还有什么仕同销售 我还得组价 是不是特麻烦 但是这个数量 哎 那就简单了 对吧 你说仕同销售 好 我就看你移送过去多少 你说你特殊的销售方式 我就看你卖了多少 我价钱确定不了 我数量 我难道还数不清楚吗 所以说 从量征收的积税依据 特别简单 这个数量 无论如何你都能数得清楚 它就没有那么复杂的规定 知道吧 就没有那么复杂的规定 那在咱们的消费税里 啤酒 黄酒 成品油 黄 品 黄皮油 黄皮油 记啊 从量计证 死记啊 一会儿给你们挖坑 好吧 它们三个是从量计证 从量计证 计税依据 就是数量 对不对 计税依据就是数量 那它的税率形式就是定额税率 然后呢 卷烟白酒 复合计证 复合计证的意思 我从价算出来一个税 我从量 我再算一个税 我拿从价的 加上从量的 所以说它是双重征收形式 既从价又从量 好 这五个是要单独的去计的 它是什么样的征收方式 除了这五个之外 其他的所有消费品 全部是从价计证 口型对不上 现在对上了没 可以了啊 好 全部是从价计证 好吧 先把这五个特殊的计证方式 先给我计一下 计完之后 咱们分别的来看各自的一个税率 好 首先烟的税率呢 我们不同的子目对应的税率是不一样的 你先看卷烟 是复合计证 对吧 税率虽然不用背 但是通过这个表 我们能看出一些其他的 它暗示我们的一些信息 就是暗送的一些秋波 暗送了什么样的秋波呢 首先你能看到 卷烟 它在升尾进对应了一个税率 在批发环节又对应了一个税率 所以卷烟是双环节激增 对吧 它有两个激增环节 有同学说老师不是 它有四个激增环节 哪四个 哎 生产 委托加工 进口 批发 这明明是四个呀 为啥你非得说是两个呢 你不会数数吗 注意啊 升尾进 它叫源头 源头只可能是一个 你是生产的 你就不可能是委托加工和进口的 你是委托加工的 你就不可能是生产和进口的 对吧 那你是进口的 你就不可能是生产和委托加工的 所以说这三个中 你肯定是在其中一个环节来争 你要么是在生产环节争 要么是委托加工环节争 要么是进口环节争 证完之后 咱们到了批发环节 再争你一道 所以是两个环节 对吧 两个环节 两个环节 对应的税率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在两个环节 都是复合计争 都是复合计争 对 能讲完 加油 来 都是复合计争啊 但是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来写这 卷烟 双环节 对吧 卷烟 双环节 它还是复合 来 还有第二件事 我标了甲类乙类 对吧 所以说它在源头这个环节 咱们要判断甲类乙类 看到没 是不是 在源头 哎 源头还得判断甲类乙类 咋判断 我前面是不是说过了 拿70元一条 作为标准来判断 对吧 你税率你不背 它会给 但是 这些事你是不是得知道呀 双环节计争 复合计争 在源头的时候 要判断是甲类还是乙类 甲类乙类是用不同的税率 这是卷烟 这你要知道的事 对吧 那雪茄烟和烟丝呢 没有任何特殊 没有任何特殊的 就是在源头计争 就是从价计争 所以说又不管它了 但是电子烟呢 电子烟我们会发现 它也是双环节计争 但是电子烟很特殊 它的源头没有委托加工 非常特殊 你注意 所有的15个应税消费品 包括所有的子木 只有电子烟 不在委托加工环节计争 好吧 多少烟 168哈 电子烟是不在委托加工环节计争的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去解释 现在你先知道 好吧 你先知道 然后我们就知道了 电子烟也是双环节 但是它的环节很特殊 你要单独 你不能光写个源头和批发 对吧 你要写生产环节 进口环节 它的源头只有俩 然后是批发环节 然后是批发环节 知道吧 我还想再给大家提示一点 对 金银博钻也不在委托加工环节计争 但是金银博钻有委托加工的 这种特质 我们讲到的时候会给你说 比如说我拿一块金砖 跑到金店 让他给我加工成金项链 要不要挣水 要挣水 这种就是比照委托加工来的 你这个同学是谁小橙子 学的特别棒 但是呢 又没有那么的棒 比我还是差了一点 好吧 我们到时候会讲 金银博钻也是有委托加工的 只有电子烟没有 只有电子烟没有 好吧 来 我们知道了 知道了 但是我还想提示一下 就是这两个批发环节 对于这个批发环节来说呢 它有特殊规定 特殊规定 什么规定 就是批发商 卖给批发商不争 只有批发商 卖给零售商才争 为什么 因为卷烟这玩意儿呀 太特殊了 卖卷烟必须有资质 卖电子烟其实也得有资质啊 你得有资质 卷烟有三种资质 一种是生产资质 一种是批发资质 一种是零售资质 你是生产卷烟的 你就去申请生产许可证 你是批发卷烟的 你就去申请批发许可证 你是零售卷烟的 你去申请零售许可证 只有批发企业 卖给零售企业的时候才争 批发商之间互相批发 不争 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殊规定 咱们经常在这给大家挖坑 我是一个卷烟批发商 我卖给其他卷烟批发商 卖了500箱 我卖给零售商卖了200箱 只有卖给零售商的时候争 好吧 卖给批发商的时候不争 但是电子烟它没有这个规定 为什么 因为电子烟批发商之间 不允许互相批发 电子烟是有专门的 电子烟交易平台的 在这个电子烟的交易平台上 生产企业 进口企业 卖给批发商 批发商呢 卖给零售商 所以说 它没有批发商之间的互相交易 知道吧 它压根就没有 所以咱就没提这件事 相当于它也是批发商 卖给零售商的这个环节来争 知道吧 那零售商再往下卖的时候呢 也不争了 好 这一页提示到这儿 但是呢 我还有一个要提示的 哎呀 我怎么都提示不完了 就是这里 你看到没 它的定额税率型是 三离一支 五离一支 谁家卖烟论知卖 你家卖烟论知卖啊 没有人论知卖的吧 但是考试就是按照知给的 那我们正常卖烟是按啥卖的 按香卖的 那我怎么算税 一箱是五万只 一箱是五万只 所以说呢 来 0.003乘以五万 相当于一箱就是一百五 知道吧 一箱就是一百五 那0.005乘以五万 等于二百五 相当于一箱就是二百五 所以考试 为了避免大家在考场上 吭哧吭哧半天 单位换算不出来 我要求大家 把这两个定额税率 给我背下来 这是为了大家考试 救你一命用的啊 救命稻草啊 就是生产环节 一百五一箱 批发环节 二百五一箱 考试它是论香卖的 你直接拿香数 给我乘一百五 乘二百五 你别去给我乘零点零零三 零点零零零五了 啊 好吧 对 单位换算太复杂了 所以说这个是救命稻草 你背下来啊 它考试是论支给的 咱们得论香算 好 你看 我这后面标了啊 单位换算我后面都标了 你说老师那条用不用记 咱们基本上是没有按条卖过的啊 没有按条卖过的 所以说呢 你就记个香吧 好吧 减轻一下大家的负担 哎 考前的时候 咱们串奖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学 学得特别透了 实在没啥可学了 东西都记完了 你可以把这个条的也记一下啊 你现在光线记香就行了 好吧 来 绝缘过了啊 就腌过了 腌过了 到了酒这一趴 到了酒这一趴呢 你会发现 哎 我们的啤酒 我们的黄酒 他俩是从量的 是吧 因为他只有一个定额税率是从量的 咱的白酒呢 它是复合的 20% 加 五毛钱一斤 对吧 五毛钱一斤 好 这个五毛钱一斤 咱们一般卖酒也不是论鸡卖的啊 咱们论啥卖的 咱们论吨卖的 所以说 这个救命稻草也得备 多少钱一吨来着 0.1万元一吨 好吧 0.1万元一吨 啊 一吨一千 两吨两千 三吨三千啊 给我备 对吧 这节课的税率要求大家备的几个啊 就是一百五一箱 二百五一箱 0.1万元每吨 好 这三个是得备下来的 好 来 一吨等一千块钱 真棒 啊 所以说你看 但是这里还有啊 啤酒是不是也得 分甲类和乙类啊 前面也说过 甲类与乙类怎么区分 咱们一起回忆一下 好不好 就当回忆了 上节课讲过了 怎么区分呢 大于等于三千元每吨的是甲类 小于三千元每吨的是乙类 这个出厂价价的三千跟三千去比是吧 然后这个出厂价里面第一它得含着增值税 第二它得含着包装物的押金 第三它不含塑料周转箱 第四如果有关联方的话找的是关联方对外的售价 对吧 哎 这是出厂价的判定里你需要注意的 所以这一块呢 记啥 你就记一个 啤酒 黄酒 从量计征 白酒 复合计征 白酒的定额税率是0.1万元每吨 过啊 过 接着成品油 成品油是从量计征的 它有1.52元每升的 也有1.20元每升的 它是按升来征的 它不是按吨来征的 这个考试一般税率都会给 这个没啥说的啊 接着是小汽车 小汽车呢 全部是从价计征 它根据排气量的不同 你看它的税率差别非常大 对吧 1.0T以下的 它只有1%的税率 但是到了4.0T以上的 40%的税率 哎 这个虽然不用背 但是通过这个表 你要学一个技巧 啥技巧 买汽车不能买排气量太大的 排气量太大的 上面都是税 学会没 啊 你得买排气量小的 排气量小的税少一点 对吧 本身这个车没多少钱 哎 结果因为排气量大 上面一半都是税 划不来 啊 不要买排气量太大的 又费油 又贵 好 所以说就是这个啊 然后呢 中轻型商用客车 它就不按照排气量分了 它就一档税率 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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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如果你的小汽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 在声尾竞争完之后 到了零售环节 这个车卖的太贵了 国家又看不下去了 卖的太贵了 大于等于130万了 到了零售这儿 去4S店买 好 这辆车给我包起来 多少钱 150万 好 不好意思 再给你加征10%的消费税 好吧 这个超华小汽车 就是中轻型商用客车 和那个乘用车 它到了零售环节 卖的太贵了 我们会加征一个10%的消费税 好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 知道了啊 包起来 对 好 接着呢 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 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 这儿 咱们给它分成两类 一类叫做金银薄钻 它是在零售环节争的 它不在出场的时候争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以前每次上课都给大家解释 其实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我也不知道为啥 对吧 我听别人说的啊 为啥呢 就是众说纷纭 个人有个人的说法 对吧 有的人说呀 咱们国家 以前的时候 老是喜欢走私这玩意儿 那走私走私 那那进口的时候 它是走私过来的 我就挣不着 但是呢 走私过来的这玩意儿呢 哎 你还得放到正常的市场上去卖 你不能放到黑市卖 因为呢 咱们不会去黑市买这种首饰的 谁结婚跑黑市买首饰 对不对 闲人没事了 咱还是会去正规的店里去买的 所以说 哎 源头 我不好把控 它容易走私 但是 零售环节 我能把控得住 所以说 我就放到零售来争了 知道吧 哎 这就是 就是一种说法 你大概就通过这个小小的故事 你就把它给记住 啊 能记住就行了 它是零售来争的 但是呢 你看 金银伯钻啊 我给大家细分一下 这个金银伯 金和银 它包括纯金的 纯银的 也包括什么 也包括金戒指上面 镶了个红宝石 它叫做金鸡银鸡首饰 啊 金鸡首饰 银鸡首饰 你知道吧 就是你不光是纯金戒指 纯银戒指 你那上面如果镶了个宝石 啊 咱们也算 好吧 也算 对吧 金戒指镶红宝石 或者镶绿宝石 是非常好看的 对不对 非常好看的啊 我都准备买一个 你看 所以说 这块就会有一个重复征税的问题 怎么重复征税 我这个红宝石 我是不是属于珠宝玉石 那我红宝石 我单独的在出厂的时候 可能征过税了 后来呢 别人把红宝石买过来 又给我加工成金戒指 给它镶上去了 在零售环节卖的时候 哎 我要拿这个金鸡首饰的 总价 我再给你争一个5%的消费税 知道吧 所以说金鸡首饰 银鸡首饰 还有那个钻石 钻石 光一颗钻石 包括钻石 金银薄钻 金银薄钻首饰 这个首饰是在零售环节争的 好吧 就只有首饰啊 给我记住 然后 我们前面说了 镀金 包金 那个假的金戒指 它是在出厂争的 咱们这个只有真的金啊 真的金银薄钻首饰和金鸡银鸡首饰 我们是在零售整 百分之五 那其他的是百分之十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我是一个珠宝的生产厂家 我既生产金银薄钻 我又生产不是金银薄钻的 那你想 我在出厂的时候 这两块东西 我是不是得分开核算 如果我没有分开核算 我说 哎 当月 我所有的首饰 我是一个厂家啊 我当月所有的首饰 总共销售了一百万 然后我问你 金银薄钻卖了多少钱 不知道 其他首饰卖了多少钱 不知道 光知道总共卖了一百万 你咋征税 你怎么来征税 你肯定是全部给他按百分之十 在出厂的时候征 对吧 谁让你不分开核算呢 你不分开核算 我肯定是全部即征 那现在 如果我是老凤翔 哎 我又卖金银薄钻 我又卖其他的珠宝玉石 我没有分开核算 现在到了零售环节 零售环节 我进了一批货 对吧 既有是金银薄钻的 又有不是金银薄钻的 我当月也是卖了一百万 我也没有分开核算 怎么办 通通按照百分之五 征你的消费税 你说不行呀 我那个 在出厂的时候 对吧 人家已经征过了呀 没办法啊 不分开核算的 就得统一再去给我征一道 所以说后面有啊 你看 既销售 经营首饰 又销售 非经营首饰的 经营单位 两类商品要划分清楚 分别核算 你划分不清楚 生产环节 一律按百分之十 给我征消费税 零售环节 划分不清楚 一律按经营首饰 百分之五 给我征消费税 所以说题目挖坑 就是给你挖 它如果没有分开核算 你全部合在一起 给我计税 不管是生产环节 还是零售环节 只要没有分开核算 全部合在一起 给我计税 好吧 就给大家提示这个 接着其他的就不用看了 其他的呢 没有任何特殊的 全部是从价计征 全部是单环节 在源头计征 所以说咱们都不用管了 不用管了 但看一下提示啊 提示说了 你如果兼营 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 比如说你又卖 你这个厂家啊 又卖啥 又卖高档化妆品 又卖高档手表 对吧 这个厂家他的业务非常广泛 你是不是分开核算呀 高档化妆品用15%的税率 高档手表用20%的税率 这是你兼营 对吧 你不分开核算怎么办呢 不分开核算 我从高是用税率 这就是你做账的时候 都得做得清楚一点 大家考完税务师 不管将来从事的是什么工作 账一定要写清楚 就是在说这个 总结一下 非常简单这个知识点 但是通过这个知识点 我们要掌握以下三个内容 第一 第一 征税环节 在税率上 它体现出来了 体现出来了 来 跟我一起 记笔记 我们总共有哪几个环节 升尾禁 批发 零售 我们就这三个环节 三个环节 那一般的应税消费品 在哪计征 在升尾禁征 征完之后 批发不再征税了 零售也不再征税了 我就在这个环节 征一到 征完就完事了 后边咋卖 我都不管了 但是卷烟 它是双环节 升尾禁我征完 到了批发环节 我还会再加征一到 对吧 然后零售环节 咱就不征了 电子烟 也是双环节 我在生产环节 和进口环节 征完之后呢 到了批发环节 我加征一到 它委托加工是不征的 为啥不征 别着急 后面有电子烟的专题 我到时候给大家解释啊 为啥委托加工不征啊 零售环节 我们不征 超豪华小汽车 超豪华小汽车 我们在升尾禁 征完之后呢 我们到了批发环节 不征 咱们等到零售环节 再给你加征 10%的消费税 对吧 还有一个是金银博钻 金银博钻呢 它最特殊 人家都在升尾禁征 它不走寻常路 它只在零售征 这就是征税环节 你要掌握的 税率不用背 但是它在哪个环节争 你得知道 这个环节特别重要 我后边讲 应纳税额的计算 我完全是按环节来讲的 你先给我记住 接着 这是第一个要掌握的 第二个要掌握的是啥呢 就是计征方式 计征方式 我们通过税率能看出来 我们从价的 一般的应税消费品 都是从价 这个没啥特殊的 不用计 从量的呢 从量的 有仨 黄 黄皮油 对吧 黄皮油 啤酒 黄酒 成品油 它们是从量的 复合的呢 复合的有俩 一个是卷烟 一个是白酒 来 在卷烟和白酒 这儿 我让大家 寄了两个救命稻草 卷烟呢 在生尾进 我写个源头吧 在源头的时候 从量税率是 150一箱 对吧 然后在批发的时候呢 我们是250一箱 这个是 课堂上就得给我背下来啊 白酒呢 它是一个0.1万元 每吨 对吧 这是寄争方式的 哎 我们知道 复合寄争的 咱们寄了三个税率啊 还是寄了三个税率 对吧 没完事啊 再来 再来 第三个 就是 你的卷烟 和你的啤酒 是 是有一个区分 甲类和乙类的 对吧 卷烟呢 大于等于70元 每条的是甲类 小于70的是乙类 白酒 不是 啤酒啊 卷烟和啤酒 啤酒呢 大于等于3000元 每吨的是甲类 小于3000元 每吨的是乙类 并且 这个出厂价里面 第一 不含增值税 不含增 第二 含包装物压金 含着包压 第三 不含塑料周转箱 对吧 不含塑 第四 找关联方的售价 啊 关联方 对不对 你判断这个出厂价 所以说 对 所以说你看 前面咱们 学了一大堆 学了它的 征税范围 学了它的税率 那征税范围 那一张表 搞定 税率这一块啊 我这一页笔记 搞定 所以说学到这儿 你只要掌握 那一张表和我这一页笔记 就OK了 其他内容都不重要 知道吧 我让你记啥就记啥啊 就掌握那个征税范围的表 和我这一页笔记 到现在还都跟得上哈 那我们接着往下啊 接着往下 接着税率解决完了 要解决啥 要解决的就是 寄税依据了 寄税依据了啊 寄税依据 很好学 很好学 听好了 它不是有从价从量 还有复合吗 那从量我刚才说了 这个数量 你肯定是数得清楚的 对吧 唯一要确定的 就是从价时候 这个价格是多少 这个价格 基本上跟增值税的规定 是一模一样 好学吧 一模一样啊 就是你看 原则上消费税的寄税依据 和增值税的寄税依据 是一致的 只要你增值税的寄税 确定好了 这儿就跟增值税的规定 是一样的 是不是好学呀 所以说你在旁边写个 一价两税 哎 我一个价格 可以算两个税 我确定好的寄税依据 我既用来算增值税 我又用来算消费税 知道吧 啊 关联方没听清 关联方 售价 我上节课 给大家说过了啊 关联方是啥呢 就是你出厂的时候 你的这个假厂 他啤酒 卖给的是以关联方 哎 我们就不能找你的出厂价了 因为你卖给关联方的这个价不公允 我们判断出厂价的时候 看的是关联方对外的售价 知道吧 是关联方对外的售价 不是你的自己卖给关联方的这个出厂价 去看这个三千了 是关联方对外的售价来判断这个三千了 知道吧 啊 对 对 哎呀 这个谁 A-I-L-E-E-N 你的英文名字怎么读 给我打个中文出来 太棒了啊 对 话底头不一样 所以说你看 从价寄争着 跟增值税一样的 哎 咱就不关注了 咱只关注 哪些情况下 他跟增值税不一样 对 Ellen Ellen 不要取英文名啊 我英文可差了 对 只关注他啥时候跟增值税不一样 你看 正常情况下 他的销售额就是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乘以使用税率 对不对 那这里面呢 就是你看跟增值税的定义一模一样 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包括增值税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 这里面虽然不包括增值税 但是它是包括消费税的 增值税是价外费 消费税是价内费 增值税不在这个价里面 但是消费税在 那我在 我在讲增值税的时候 给大家拿我的项链举过例子 我今天呢 再来给大家讲一遍 为什么消费税在里面 增值税不在里面 知道吧 这个项链啊 我们是在 我的是金项链啊 金项链 然后我们是在零售环节来征收 那我去买的时候 我是花了多少钱买的 我花了一千 一千太少了 金项链好像得值个一万多吧 就假如说我花了一万一千 三百块钱买的 对吧 我花了这么多买的这条项链 那这条项链的这个一万一千三 它的组成是由哪几部分来组成的 你看 第一部分 它有增值税 一千三百块钱 第二个部分 它的价 一万块钱 对不对 咱算增值税 是不是就拿这一万乘以13%算的 这一万里面看好了 又有五百块钱 叫做消费税 另外的那个啥 九千五 是这个金电 它真正的 自己能装到自己口袋里的钱 这五百 它收上来 也是要给税务局交的 那这五百块钱的消费税 咋算的 这五百块钱的消费税 咋算的 我就是拿这一万乘以百分之五算的 你看 我在算消费税本身的时候 我的计税依据里面就得含着它 是吧 所以说这个销售额里面是含着这个消费税的 看到没 但是它不含着增值税 增值税是另外单独的 你不管算增值税也好 你算消费税也好 你都是拿这一万算的 所以叫做一价两税 对吧 都是拿这一万算的 然后它的价外费用的所有的规定 跟增值税那也是一样的 但是咱们在消费税这 专门强调了一个什么 品牌使用费 知道吧 对 专门强调了一个品牌使用费 白酒 它里面有很多的品牌使用费 就是比如说 我想卖这个茅台 为什么茅台这么贵 因为茅台有品牌使用费 对吧 那我 我问你收取的这个价款里面 是包含着品牌使用费的 那品牌使用费呢 它也是一种家外费用 不管收了多少的品牌使用费 都要给我并到销售额里面 知道吧 都要并进来 那你说老师 那我算增值税的时候 这个要不要并 也要并 既然说了它是家外费用 既然说了是一家两税 那你算增值税 算消费税 这个品牌使用费 都得并进来一起算 它就是家外费用 好吧 它就是属于家外费用 并进来 好 那下面不包括的 跟增值税的规定一样 我们就不看了 不看了 这都不看了 这都不看了 包装物的押金 好 包装物的押金 其实是跟增值税的规定 是一样的 但是呢 又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 差别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啊 包装物的押金 一般情况下 我们收到时不并入 预期了 或者超一年了 再并入 是不是跟增值税的规定一样 对不对 好 那酒类的呢 我们收到时就得并入 对吧 无论你是怎么样 不论怎么样 不论怎么样 对吧 我们在收到时就得并入 收到时并入 但是 啤酒黄酒呢 啤酒黄酒 到底是收到时并入 还是预期时并入 来跟我一起想 啤酒黄酒的包装物押金 我到底是收到时并入 我还是预期时并入 永远不并入 对不对 因为啤酒黄酒 是从量计征的 包装物押金 这一辈子 它都没机会成为积税一句 对不对 那不管啥时候 它都没有这个机会 它俩不是一路人 对吧 所以说 啤酒黄酒这的规定 跟增值税不一样 是吧 在增值税那呢 啤酒黄酒也是逾期了 或者超一年时才并入 但是在咱们消费税这 它俩没机会并入 没机会并入 它俩是从量计征的 但是啤酒的包装物押金 会对它的出厂价有影响 对它适用的税率有影响 对它的计税依据没有影响 它的计税依据是数量 它影响不到 但是我会影响你适用的税率 对不对 你要把我并进来 算甲类以类 甲类以类的税率不一样 所以说包装物押金 可能会影响它的税率 但是影响不到它的计税依据 知道吧 那你说我寄卖的时候 我是带着包装物一起卖的 我包装物收过钱了 但是呢 我又额外的还要收了你一点押金 那这个押金怎么办 这个押金就是到时候不返还了 你也得并入 好吧 哪怕你卖的时候 已经收过包装物的钱了 你单独收的押金 如果到时候不返还了 也得给我并进来 但这种没考过 没考过 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 简单提示 好你看 这个提示我们前面有了 啤酒生产企业的啤酒 判断是假类还是乙类的时候 要以关联企业的售价 去作为判定标准 不能向关联企业 卖的时候那个价格 作为判定标准 前面说过了 接着第二个提示是 如果你卖的应税消费品 是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 以外币结算的 你要折算成人民币 怎么折算呢 拿当天或者当月一号的 汇率的中间价来折算 就是你拿当天的 汇率中间价 结算也行 拿当月一日的 汇率中间价 结算也行 对吧 确定之后 一年内不得变更 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简单的了解 包装围押金 就是跟增值税一样 你这么记就可以 其实 好 然后 含增值税销售额的换算 会换算吧 如果我们不是不含增值税吗 那如果给的是一个含税价 你是不是要换算成不含税价呀 换算的时候怎么办 换算的时候跟增值税一样 你是从一般那税人那买的 你就用税率换算 你是从小规模那税人那买的 你就用征收率来换算 知道吧 这个 但是你要看你的对手方 对不对 对手方交了多少税 我这边 换算的时候 就替多少税 是吧 要看一下对手方 这个没啥说的 来咱做一道题 17年的单选 关于企业单独收取的包装物押金 我单独收的押金 他没有说这个东西 他就是单独收取的押金 你就照咱们的一般规定去执行 知道吧 一般规定去执行 就是我们一般呢 是逾期或超一年时并入 酒类呢 是收到时并入 啤酒黄酒呢 永远不并入 好吧 你来看一下 葡萄酒 葡萄酒就是酒类嘛 酒类应该是收到时就并入 他说收取的押金不并入 是不是说错了 好 黄酒和啤酒永远不并入 他说收到时并入错了 他说收到时并入错了 对吧 那白酒呢 白酒是收到时就要并入 对了 是不是松坟的题 你给我说 一期年考的 实话告诉大家 前两年确实考的简单 对吧 都是这样省的题 都是这样省的题 就是特别简单 好 选C啊 好 接着是从量激增的 从价激增的 一般规定咱们讲完了 一会儿还有特殊规定 我们先来看从量激增的 从量激增的是他仨 大傻子 看看他仨大傻子的数量 怎么来确定啊 好 首先如果是你销售的 你就找你的销售数量 如果是自产自用 自产自用 我是要视同销售的 后边会讲 视同销售的时候 不用组价 就找我的移送数量 知道吧 我用了多少 我用了十吨啊 我这十吨要算税 我用了五吨 我这五吨来算税 移送数量 委托加工的收回数量 收回多少算多少 啊 我去提货了 拉了一个卡车去提货了 拉走多少算多少 知道吧 进口的进口数量 海关核定的进口数量 好吧 寄一个海关核定的进口数量 这个数量非常好确定啊 直接过掉 好吧 直接过掉 但是下面有一个单位换算 咱有题不 后面全是题啊 我把继续预计讲完了 后面全是题啊 咱们可能半个小时都在做题 先稍等片刻啊 咱们讲完之后开始做题 好吧 讲完之后 我带着大家在课堂上 把这所有的知识点 对应的题目 一一做一个练习啊 来 下面是单位换算 单位换算这呢 什么意思呢 咱们啤酒和黄酒 我们给税率是按吨给的 我们是240元一吨 啊 我们是220元一吨 对吧 我们后面是250元一吨 但是如果今年的考官 哎 他比较的心眼比较坏 对吧 出题人想为难咱 他不按吨卖 他按声卖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好 我卖了 我卖了多少 10万升 啤酒 黄酒吧 我卖了10万升黄酒 我就非得按声卖 你能怎么递我 哎 你能怎么递我 他这个单位换算会给你啊 一吨等于962升 我们以前真题真这么出过 你怎么办 你得单位换算 怎么换算会不会 你先把升换成吨 怎么换 拿10万除以962 这就是吨了 我换完之后 我再乘240 这就是我的税了 知道吧 哎 哎这个谁 小样要努力 一看小学数学就学得非常棒 人家换算的非常对 对吧 你换算成吨 你就这么换算的 10万除以962 对吧 我一吨是962升 那我10万里面我有多少吨呢 我除一个962 对吧 如果不会换算的 各位宝妈们 问一下你们家儿子啊 他肯定会 对吧 问一下你们家孩子 他肯定学了 小学三年级 小学二年级应该就学了 好吧 单位换算啊 好 真棒 来 那如果我卖油的时候 我题目中给的是吨呢 你看我征税的时候 比如说我的汽油是1.52元每升 题目中说了 我卖了10吨汽油 这个好整不 这个是不是好整 我一吨是1388升 我10吨我是不是乘以1388 哎我是不是就换算成升了 我再乘以1.52 是不是就搞定了 得会换算啊 对 汽油是1350 柴油是1180 实际操作的时候跟书上不一样 考试给多少 你就是多少 我这是从书上抄的 对吧 考试中 他会给 所以说你这个你不用背 对吧 你不用背 他考试给多少 你就拿过来用多少 我这只是一个示例啊 只是一个示例好吧 不纠结这个 那个啥了 我也不会换算啊 我是从书上抄的 好 这会换算了 会换算了之后呢 从价和从量复合即增的时候 就是这俩捲烟和白酒 他呢 要拿你的价格销售额 乘以对应的比例税率 再加上你的销售数量 乘以对应的定额税率 看到没 先拿你的销售额乘以比例税率 再拿数量乘以定额税率 啊 好 接着 是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 就是一般规定 咱们知道了哈 数量我怎么确定 我找销售数量 我找移送数量 要么我找那个什么收回数量 要么找进口数量 这数量会确定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价格也会确定了 价格就是跟增值税的规定是一样的 里面是不含增值税 但是含着价外费用 也含着消费税 包装物的押金呢 也是跟增值税的规定一样的 对吧 下边该说一点不一样的了 下边这个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 那就是消费税 人家自己特有的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自设的非独立核酸门市部 比如说我是一个酒厂 我在酒厂外边呢 我设了一个门市部 我生产出来的酒呢 我移送到门市部里边对外卖 那你移送给门市部的时候 是不征税的 你要看门市部对外的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 知道吧 找的是通过自设的非独立核酸门市部 对外销售自产应税消费品 按门市部对外的销售数量或销售价格 来征收消费税 想一下 它为什么跟增值税的规定不一样 增值税是怎么来规定的 咱们增值税那没有提过门市部 但是增值税那提过分支机构的移送 对吧 我们分支机构的移送 什么时候是同销售 什么时候不是同销售 我们要满足异地 如果你的分支机构是异地的 对不对 也是你们俩也必须是统一核算的 对吧 我们说了异地的统一核算的 移送给它是用于销售的 我们移送过去的时候 要是同销售 所以如果你这个门市部 跟你的这个纳税人是异地的 你想想 它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处理 是不是不一样了 是异地的 我移送过去的时候 我消费税不是同销售呀 我是看门市部对外的售价 去挣消费税的呀 但是我增值税是不是要是同销售 差一点是不是出来了 对 异地统一核算 非独立核算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统一核算 对吧 那如果这个门市不是异地的 你增值税是不是要是同销售 你消费税是不是不做是同销售 这是不是就差一点 是不是 所以说 为死一下增值税 他俩的规定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增值税异地 要是同 在移送的时候你就得给我算 对吧 但是消费税呢 我们不算 我们就看门市部对外的售价和数量 我们就看门市部对外的售价和数量 他没有规定异地不异地 好吧 这是第一个 知道了吧 来我们做一道题 酒厂移送50吨碧类白酒 给自设的非独立核算门市部 不含增值税的售价是1.5万元一吨 门市部当月卖了40吨 对外不含增值税的售价是3万元一吨 找啥 找门市部对外的售价和数量 前面的移送的售价和数量 全部是干扰条件 我们通通不管 我们只看门市部对外卖了多少 卖了多少钱 好 门市部对外卖了40吨 一吨是3万 我卖了多少钱 我3乘以40 我的比例税率是20% 我的定额税率是0.1万元每吨 对吧 那我就乘以一个20% 我再加上40乘以0.1 这就是我的一个消费税 当月应该交的消费税 知道吧 我只看门市部对外的售价和数量 我不管你的移送数量和移送价格是多少 好 28 28 会了 会了 很棒 就是很简单 消费税的题特别好做 要比增值税要简单很多 接着第二个 它的特殊规定 就是我们换底头 换底头 我拿去干这个了 我拿我的东西 我不是卖了 我是去换取生产资料了 我投资入股了 我抵债了 那我找的是最高售价 最高售价 所有18个税种 包括你们睡二的 包括咱们睡一的 18个税种里面 只有消费税这 规定了一个最高售价 换底头 所以说你要给我死记啊 换底头 最高售价 你不要跟那个啥 你不要跟增值税的 投分送给我搞混啊 这个叫换底头 增值税的 视同销售呢 叫投分送 对吧 它们是不一样的啊 你给我背换底头 最高售价 好 这个我不多做解释 但是我想挖个小坑给你们 好 听好 我这个月拿我资产的汽油 去换取生产资料 我以汽油的最高售价 作为计税依据 这句话对不对 这句话对不对 我拿资产的汽油 去换取生产资料 应该以汽油的最高售价 作为计税依据 这句话对不对 这句话是错的 为啥 因为汽油是从量计征的 你找的不是最高售价 你找的是移送数量 移送数量 对 为啥不对 你一定要记住啊 找最高售价 作为计税依据 它必须得是从价计征 或者是复合计征 你才能去找它的最高售价 人家从量计征的 不受你这个规定的约束 人家从量计征的 人家只数数量 我不管你是拿去干啥的 我就查一查啊 多少顿 查一查多少瓶 对不对 好 千万别掉坑 我们真这么出过题 它不管说是自产的啤酒也好 自产的黄酒也好 自产的什么汽油柴油 黄皮油 黄皮油 从量计征 永远不找价格做积税依据 好吧 一旦说了 找价格做积税依据 那这句话肯定是错的 不管找的是平均价 还是最高价 它通通都是错的 知道吧 通通都是错的 对 那好 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 那消费税这也有视同销售 一会儿会学 视同销售的情况下 正常情况也是找的平均价 跟增值税一样 都是找的平均价 但是只有换头底 换底头 啊 头换底啊 你咋说它都行 它找的是最高价 好吧 它找的最高价 好 那题目中呢 可能有时候 你看不出来是换头底 你一定要看看这项行为 他有时候的很隐晦啊 他有时候怎么说 他说 我把我资产的这个东西 去干嘛 就是他那个投资 说的很隐晦 我一时想不起来怎么说了 你要判断出来 它是一项投资行为 或者你要判断出来 它是拿来抵债了 对吧 哪去抵顶 他比如说 我去抵顶货款了 抵顶货款 对吧 你说我 我从谁那购进了一批烟丝 我购进了一批烟丝 我拿我自己产的这个白酒 去抵顶货款 对吧 它就是换底头 你得找这几个关键词啊 我生怕大家判断不出来 好 第三个是套装产品 套装产品 这一套里面 有应税消费品 也有不是应税消费品的 比如说 欢欢老师 买了一套高档化妆品 啊 花了一万块钱 买了一套高档化妆品 里面有一套化妆刷 化妆刷是不交消费税的 这一套化妆刷 我这一万块钱里面 这一套刷子都值一千 这一套刷子都值一千 合在一起 化妆品是九千 刷子是一千 我给你包成一套 一个礼盒 卖给你了 不好意思啊 你就得以一万作为寄税依据 哪怕你分开核算了也不行 只要是成套卖的 包括你的包装物 包括你的那个里面的 非应税消费品 都得给我寄到寄税依据里 要以整套整套的销售额 作为寄税依据 好吧 所以不要买套装产品 套装产品上面的税会高一点 它卖的会比那种不是套装的 会贵一点 知道吧 会贵一点 比如说这个高档化妆品里面 还给你配了一条丝巾 给你配了一块手表 配点这配点那 它不管配啥 那你一整套的价格 都要去交消费税 好吧 就是它出厂的时候 如果是套装 是不是 咱们是在出厂环节征啊 我买的时候 上面已经交过税了啊 千万记住啊 我们不是在零售征 我们是在出厂征 对吧 出厂征啊 卖这种套装产品的 都是大傻子啊 得多交税啊 多交税 好 第四个 第四个比较难 配小样 小样本来就得征 对 那比如说 你去那个金店里面 对吧 要结婚了 不得选点三斤啊 你买三斤的时候 那个套装里面 还给你放了一颗 什么宝石啊 还给你放了一点 什么珠宝玉石 本来人家在零售环节 是不是不征的 结果你跟那个金项链 组成一个套装 一起买了 完蛋了 都得交消费税 知道吧 不买套装的啊 好 接下来是 最低积税价格的核定 最低积税价格的核定这儿 哎 比较难 比较难 咱们讲完再下课啊 我我我我我 啥时候讲完 啥时候下课 首先呢 什么是最低积税价格的核定 我昨天 不是 我上一周 听你们的税二了啊 我去直播间 跟你们一起上税二的课了 你们上一周学个税 个税那儿有一个核定 核定啥 核定股权的转让收入 对不对 股权的转让收入 哎 我的积税依据明显偏低 或者是我那个不提供资料的时候 税务机关要给我核定 咱这个跟那个不是一回事 啊 不是一回事 知道吧 对 咱这个最低积税价格的核定是啥 我就是要给你核 哎 我不管你申报的积税依据是啥 我不管 我要给你画一条线 跟你们学那个起税的扣除限额那儿有点像 我要给你放一个限额 只不过咱不是最高限额 咱这儿是最低限额 知道吧 哎 咱这儿是最低限额 最低限额放到这儿有啥用 来 它叫做最低积税价格 我给你画条线 托底的 在这儿托底 如果你的实际售价高于它 没事 就按你的实际售价来纳税 但如果你的实际售价不好意思低于它了 你的实际售价跑到这儿了 那我就不能以你的实际售价来纳税了 我就得以最低积税价格来纳税 所以说我们相当于是给你定了一个最低的积税价格 你不能低于它 你一旦低于它了 你就得拿这个最低的积税价格来积税 不能低于这个最低限额 就是跟那个最低限额有点像 它不是因为你没有账 它不是因为我查不了账 我才去合的 也不是因为你申报的就是一句太低了 我才去合的 不是 我就是要去做一个主动的管控 税务机关要主动出击 做一个主动的管控 我先把这个信用你画到这儿 对吧 先给你画到这儿 那只有卷烟白酒他俩要合 而且是只有消费税里面的卷烟和白酒才要合 咱们所有18个实体税中原先是有三个要合的 原先是卷烟白酒的消费税和车辆的车购税都要合 但是车购税呢 我们后来立法了 立法完之后就把他的那个最低积税价格的核定给删了 他不用合了 所以说18个税里面只有消费税中的卷烟白酒是要合这个最低价的 你看他很特殊是吧 他的换底头要用最高价 他的卷烟白酒要去合一个最低价 那在这儿我们要去记什么知识点 首先你记卷烟 所有排号规格的卷烟 通通都得合 啊就市面上 什么排次的烟 什么规格的烟 我都得合这个最低价 无一例外 无一例外都得合 因为卷烟是一个垄断行业 对吧 垄断行业 那我烟厂跟我的下属的那个烟草局之间 非常容易有猫腻 对吧 那我可以随意的去定这个价 我们所以税务局要一个主动的去把控 啊所有的排号的都要合 怎么来合呢 听好了 怎么来合 那我们合出来的这个最低积税价格 我们是只在出厂的时候合 批发环节咱不合 啊咱们只在出厂的时候 用源头的这个环节要合 因为源头的税很高呀 源头是56%或者是36% 对吧 加上150元每箱 如果源头你故意的把这个价卖的低一点 你变成乙类了 哎你是不是就要用这个36%的税率了 我一下子是不是少交了好多好多税呀 对吧 一下子那个积税机依据也低了 税率也低了 哎国家就太吃亏了 所以我们只在出厂的时候合 我们怎么合我们拿批发 批发环节的售价乘以一件毛利率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毛利率 毛利率是什么 毛利率就是你的跟你的售价去比的 知道吧 比如说你的毛利率是10% 它是拿你的售价乘以10% 等于你的毛利润啊 这个毛利润跟你的利润就不太一样了 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成本加利润 对吧 成本加利润的这个利润是拿成本乘以利润率算的 你看到没有 你拿成本乘以利润率算的利润 跟你拿售价乘以毛利率算的是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呢 怎么不一样呢 因为这个售价减去毛利润 等于成本 知道吧 这个毛利润不是拿你的成本乘以利润率算的 它就是拿售价算的 所以你看 你看好 哎 我们的售价减去毛利润等于你的购进成本 是不是 那我们是不是拿售价乘以一减毛利率 就等于我的购进成本 我的购进成本是啥 我的购进成本是不是就是他卖给我的这个价 看到没 批发企业拿我的售价乘以一减毛利率 是我的购进成本 我购进的成本就是卷烟厂卖给我的价 我从他那买的吗 对吧 所以说你是按照批发环节的售价和他的毛利率来倒推的 批发环节的售价乘以一减毛利率倒推出来 最低积税价格 这个就是最低积税价格 这个就是最低的 好 你大概知道这么算就行了 我们会收集所有这个排号规格的卷烟 我们收集完了之后 我们去算一个批发环节的售价 我们再来拿这个售价倒推最低积税价格 这条线摆在这 摆在这之后 跟你的实际售价去比 知道吧 实际售价和最低积税价格 孰高作为积税依据 这是卷烟 对 卷烟会了哈 卷烟就是拿批发环节的那个售价乘以一减毛利率倒推最低积税价格 接着是白酒 白酒 卷烟会了之后先做一道题 来 我忘了有题了啊 卷烟厂市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2022年的8月卖A牌卷烟 卖了100箱 每一箱的不含税售价是1.7万元 哎我们给你合了一个最低积税价格 咱们合的是1.8 你卖1.7 你是不是低于我的最低积税价格呀 那我就不能按照你申报的来算税了 我得按照我合的来算 对吧 他让你算增值税算消费税 咱算消费税 得拿这个1.8来算 1.8 它是出厂环节 算一下是甲类还是乙类吧 它其实是72块钱一条 你看你还得算甲类乙类 怎么算啊 怎么算甲类乙类来 1.8万元一箱 一箱等于250条 你得先拿1.8万除以250 知道吧 先算算一条是72 72 所以我大于70 我得用甲类卷烟的税率 56% 所以我就是1.8乘以100 再乘以56% 再加上100箱 一箱是出厂的时候是150 100乘以150 再除以1万 单位换算啊 因为是150元嘛 要换算成万元 这就是我消费税要交的数 对消费税要交的数 然后呢增值税你怎么办 听好了 增值税 没有核定最低积税价格 这一说 人家该用售价就用售价 看到没 增值税算的时候 我就用1.7万元 我100箱 我乘以100 增值税的税率是13% 我乘个13% 这就是增值税 为啥增值税不用最低售价 150是哪来的 150是税率啊 出厂的时候是 56%加150元一箱啊 我这里没写税率啊 没写税率 因为我这本书上呀 前面有一个模块 专门写了税率 所以说在后面出题的时候 我没有在每道题后面 都给你带上 对吧 你说老师那我做题的时候 你不给我税率 我还得往前翻呢 那你就把那个税率打印出来 你做消费税的题的时候 万一这个题目中没给 好吧 你就去书上翻一翻 找一找 好吧 找一找 这出厂的时候啊 这个150呢 这100箱嘛 150是原美箱嘛 对吧 算出来是圆嘛 再除以1万嘛 对吧 增值税呢 我还是用1.7 消费税你用1.8 增值税还是用1.7 知道吧 这是出厂的时候 150啊 批发的时候是250啊 知道吧 然后你还得自己来算一下 它是假类还是乙类 我告诉你啊 考试 只要考到卷验的题目 假类乙类都会给 假类的税率 乙类的税率都给你 只看你用哪一个了 你必须得自己会算 跟70去比 对吧 跟70去比 怎么比呢 它是按箱的 你就得给我寄了 一箱里面 是油 250条的 你说老师 我寄不住 能记住 消费税这儿 处处都是250 处处都是250 对吧 处处都是250 是不是啊 150 150怎么来的 应该是说过了 是吧 对 所以说你就记啊 记 来 那增值税 为什么不用这个1.8 为什么消费税要用1.8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理想通了 因为增值税 好 你这个环节 你卖的少了 你给我交税交的少了 我一点不担心 我一点不害怕 到下个环节 我还得争 下个环节 你的价定的低了 我也不害怕 你到下个环节 我还得争 直到消费税把它买走 消费掉为止 中间你的价格怎么去拨动 你怎么去钻漏洞 我都不害怕 因为最终这个东西上面 所有价值的增值税 我都能挣上来 但是消费税也好 我在这一个环节 我不把控 我下个环节 我就挣不着了 是吧 我这个环节不把控好 我下个环节就挣不着了 所以说你看见没 增值税那你学过 核定什么 核定这个 核定那个 咱都不核定的 随便你干嘛 对吧 我早晚能挣上来 对吧 好 知道了 为啥要出于1万 因为这里是元 这个100箱 这是150元 这个是万元 这个是万元 好 所以说呢 大家做消费税的题 一定要关注单位换算 单位换算是消费税里面 最容易掉的坑 好吧 这个1.8 我给大家写清楚一点吧 来擦掉 这个势子列的不好 不好意思 这个势子列的不好 大家看不懂 你看 1.8万元 这是一箱的 乘以100箱 对吧 这是我的卖的 那个价 从价部分的 我再乘以比例税率 56% 我得再加上 从量部分的 从量部分是100箱 乘以定额税率 是150元每箱 对吧 你看我前面是万元 我这里是元 我要把单位统一 所以呢 我这里还得再除以一个1万 对吧 我这样算出来是消费税的税率 我这样列大家能看懂了 这样列就能看懂了 对不对 所以说做消费税的题 就是它好做 它也好算 只不过这个单位换算 你要注意一下 对 这样就能看懂了 前面是从价的 后面是从量的 过了 你连不上了 这个好难 这个算起来好难 是不是 算起来好难 其实你多算几遍就好了 在那个消费税这儿 就卷烟和白酒 算起来是非常难的 因为卷烟和白酒 它是复合即征的 然后呢 前面可能是万元 后面可能是圆 但是白酒那儿 后面的是0.1万元 每吨 你就不用再去做单位换算了 是吧 因为都是万元的话 你就不用再去做单位换算了 就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单位换算就可以了 也没有那么难啊 多练几遍 好 那这个会算了啊 会算了 咱们再看 咱们先下课休息一会儿吧 下课休息一会儿 我再来讲白酒的 好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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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